那么我们接下来去聊一下您 关于求职前期的一个准备 那就像猫妮卡同学 您简历中都有放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我有两轮的投简历的过程 第一轮是投实习 第二轮是投复探的 我第一轮投实习的时候 因为当时刚刚入学并没有 也并没有什么经历吧 然后当时放的全部都是项目班上面的项目 放了有三个我记得是有 对 就前三个 因为当时第四个还没有开始做 对 然后第二轮实习的时候 第二轮投简历是因为我在投FuTime 那个时候已经实习过了 所以我简历里面其实highlight了我的实习经历 和实习做的项目 但也有还放了两个项目班的项目 一个是就是那个recommendation的 另外一个是react的那个 还有一个项目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就是我在学完react之后 我就对就是跟我的小伙伴 然后我们合作做了另外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 像网就个人网站一样的东西 就是当时 因为疫情刚刚开始嘛 然后大家对这个也都不是很了解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像爬虫一样的东西 去拿到在某个网站上面的数据 然后做了一个世界地图 然后可以上面就是可以根据每个地区 case的数量 然后显示的那个叫什么热点图 反正是根据不同的数量 然后不同的颜色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那个项目放在简历上 因为我们还把它deploy出来 是有那个link的 然后我们放到AWS deploy出来 然后那个还还蛮特别的 然后我觉得就放在上面 记忆深刻 是的 那我们也可以得知 莫妮卡同学的自己动手能力 肯定也是相当的强了 那么在我们项目班学习之后 可以用非常扎实的技术 自己再出去做一些非常优质的项目 那么这样的简历 一定也会受到面试官的青睐 那么莫妮卡同学 那您的简历上有放学校作业之类的一些项目吗 并没有 因为我们 我当时选了很多的课 都是很 我们学校其实确实有一门 就是web application的课 但我是很晚才选 所以在我投简历的时候 并没有那样子的项目 然后我的简历上面 其实大部分放的都是跟web相关的一些开发的经验 还有一些是mobile的项目 所以在我们学校就是上的那些什么计算机 然后什么网络database的项目 算大作业吧 然后都没放上去 好的 那么关于项目方面 莫妮卡同学 你的心得是如何去判断这个项目是否具有所谓的含金量呢 我觉得首先你做项目的话 你肯定会 就我觉得最明显的含金量就是它的技术站 就你比如说你打开了一个job posting 它会里面会有requirements 里面会告诉你我要用什么样的语言 但语言是最基础的嘛 它会告诉你说啊 我们就是这个组用了什么样子的一些framework 比如说你假如说是java的话 他们就比如说用spring 然后我的database用的是什么 然后我的前端我用的是什么 就是其实你多看几个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就是哪一些这些关键词 然后出现在你的项目上 会更受到他们的欢迎 所以就是你多看一看 你就知道应该放什么样子的项目了 明白那肯定是学的越多 见的越广 自己最后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 从而得出这个项目 是否可以受到我们面试官的青睐 我觉得也许这么说 还不如说是就是看现在工业界 在用什么样子的一些tech stack 对对对也是要紧张 要常用的对 对主流的脚步 对那Monica同学 你在整个做项目的过程中有收获哪些软件的技能呢 我觉得就是 最最基本的就是我用了一些技术 然后我自己也大概了解了 就是做web相关的一些 就是整个流程是怎么样 然后如果说是软件的话 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的经验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我当时有 比如说在面这些公司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BQ的问题 然后我在做项目的时候 就是会发生不一样的 故事也不是故事 反正就是跟大家接触的一些事件吧 然后这些事件 然后就是会成为我之后 behavioral question的一些素材 那确实 不管是在项目中经历的事件 以及可能跟小伙伴一起合作的过程中 肯定都是一个积累BQ经验方面 包括素材方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您是 不管对于英特尔也好 Fetime也好 您是开始什么时候准备投简历呢 那中间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在投简历方面 最大的困难就是拖延重 就是你会一直拖拖拖拖 但是其实 因为我投 无论是投简历还是投全职的话 它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 然后大家 就是在比如说 可能秋天 七月份 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就各大公司就开始放那些职位了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你就可以开始投了 但是 就是你自己会有一种拖延症 就一直不想搞它 然后就拖拖拖拖拖 就反正要逼自己投出第一封 不是要逼自己把自己的简历 准备好 然后投出第一封 然后后面你迈开了第一步之后 后面投的都会比较顺 对的 那如果卖出了第一步 后面的每一步都会卖的相当顺利一些 那如果在您投出简历之后 说到面试前 您有没有过产生一些比较紧张的情绪呢 您有是如何缓解的呢 那必须是有的 就特别是我 我投了就是我投的其实不是特别多说实话 就是因为我在投实习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拿到的面试 就不是 应该说我投了非常的多 但是因为当时COVID的原因 我说到面试其实非常的少 就没有 就是我没有 可能加起来面试机会不超 就是实习加全职 我算一下 可能就也就六七个面试吧 然后 我只有 就是只fail了第一个 就是 也不是 那个不是第一个 对我第一个面试应该是 应该是亚马逊的面试 然后当时就 也很幸运 然后很早就拿到了面试的机会 但是由于过于幸运 你自己当时什么都不会 然后压力很大的 面第一个的时候 对 后面其实 后面因为你知道会有 就是后面的面试 你知道面试的流程是什么了以后 你反而不害怕 比较害怕的是你第一个 你很怕自己会 就是搞砸的那个感觉 对的 那那个时候 你接到第一个面试肯定 对于可能流程啊 不管什么东西都可能 没有亲身体验去过 那您 呃 去用什么办法去缓解了 您这些的紧张 是通过更努力的学习 更努力的了解 面试这方面是吗 嗯 那必须是 先就是要找各个的小伙伴 就是 就给你 呃 就是 你会 我会找就是我身边 大家已经上岸了的小伙伴 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认识人了 对 然后你会跟他们聊 然后问一下他们的建议 然后应该怎么样 这样子准备 然后也会做一些 Mock 对 我记得当时 嗯 就来offer 有那个Mock interview的服务 当时找了 帅婷老师 嗯 然后帅婷老师 就帮我Mock了一下 然后感觉就好了很多 然后我也会跟我的小伙伴 就是我们大家虽然没有什么 就是面试经验 但是我们就会 作对厮杀 就是你Mock我 我Mock你 这样子 对 所以一定要找到跟你一块面试 一块杀起的小伙伴 非常重要 对的 对的 那肯定是众人食材火焰糕 一起在一起团结的力量 一定是最大的 那你刚才有聊到Mock interview 您觉得Mock interview除了帮您缓解 紧张的情绪 有没有在其他方面 也帮助到了你这些方面呢 嗯 我觉得 就其实Mockinterview的话 你会 让你知道 整个面试的流程 就你虽然在各大网站 比如一某三分别 然后他们看到了很多面试的流程 但是你自己没有上 就是没有真正的面试 或者没有有经验的人 帮你面试的话 你自己还是很 不清楚整个 就流程跟他的那个flow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有经验的人 带你走过一次之后 你其实就明白了 对 那个还蛮重要的